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黄佳华 距离台湾8000公里的土耳其边陲城市雷伊汉勒 拥有10万市民 却接纳了12万躲避家乡战火的叙利亚难民 在这个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中 有一座台湾政府捐赠兴建 以台湾为名的公民中心 这里辅助培训了许许多多叙利亚妇女 获得一技之长得以分担佳绩 他们编织的围巾和手工艺品 透过网络获得台湾消费者热烈回响 藉由一条棉线勾织串联起台湾与土序边境的缘分 来看中央社特派记者来自雷伊汉勒氏的报道 我曾经十年来自雷伊汉勒 我曾经十年来自雷伊汉勒 但是三年来自雷伊汉勒 我感觉到很重的感觉 现在我感觉到很重的感觉 因為同时 nay我身上还有心 还没有收了析 所以书都是 subject at the polling 叙利亚妇女塞雷德 多年前为了躲避家乡战火 單亲的她带着两个女儿 母亲和姐妹 栖身 土耳其和叙利亚的边陲城镇 雷伊汉勒 这个资源困窘 已接纳12万叙利亚难民的城镇 7月下旬的宰山节前夕 他才难得回叙利亚老家一趟 探望相亲 而这位是沙伊邦 他也是叙利亚人 他的大女儿莱恩六岁时 因内战风火炸断了左腿 坚毅的沙伊邦决定带着女儿跨境就医 现在女儿已经装上一只 生活自理无碍 一家人坐在一起 享受着得来不易的幸福 扭转沙伊邦和赛雷德命运的 除了他们坚毅的精神外 还有台湾的援助 这里是台湾雷伊汉乐世界公民中心 简称台湾中心 位在土国和叙利亚边界仅三公里 由我国政府捐赠40万美元新建 建筑主体去年10月完工 现场隔出52个空间 规划成商店 办公室 将室 展场等用途 有一技之长的叙利亚职人 渴望进入营业 非常期待 台湾中心也与多个NGO合作 培训叙利亚妇女设计与胭脂 拥有自己风格的汪汪围巾和喵喵枣袋 透过网路贩售 得以让叙利亚妇女分担佳绩 非常好工作 因为它支援人叙利亚 包括人叙利亚 不通常贩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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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贩户属 不通常贩户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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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生了9个月 在这种工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台湾艺文界人士 包括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明 导演吴念珍 林震慎 田中央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创办人黄申远 都以他们的影响力 帮助台湾中心畏惧能量 总计获得超过3250人词的赞助 那真的是世界的尽头 也许吧 但是这世界的中心在哪里 如果这世界有尽头 这世界有中心吗 不然应该是说我们无论在哪个地方 做得有意义的事情 当然就是世界的中心 我这样相信者 如果此刻我们能给 在世界上某一些地方 正在遭受战火的摧残 正在饱受贫困 生命危机的挣扎中 给他们一点点资源 给他们一点帮忙 给他们带来一点光跟热的话 台湾在未来一定会被尊重 我常常觉得生命受过伤 受过伤害 受过苦的 就比较容易去体会别人的苦处 别人的辛苦 我想台湾人有一个很独特的 是这个东西 透过国际的合作 然后去协助区利亚的难民 现在我们更希望能够 引进民间的力量 公私协力一起来去凸显 台湾能够在贡献国际的能量 然后希望能帮助到 这些需要的难民 穆斯林在宰山节 献祭宰杀的牛汉羊 并不是独享 而是与亲友分享 并施舍给穷人 沙一帮说 台湾中心俯为了难民 残破脆弱的心灵 彰显了宰山节 博师祭中的精神 期望台湾中心的工作机会 能继续 许难民一个未来 一个希望 庄设计的何鸿卢 雷伊汉勒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念我的论文给他听 那说 是不是可以帮我剪掉 不好意思 因为我刚刚还以为 你是酒店的少年 现在人在洛杉矶 跟大家 月仰连线 大股相聘 很猛吗 那更厉害 更厉害的地方 是他 最近出了一本书 是谈他跟他小孩 订阅中央社好趴 订阅中央社好趴 我们希望没有说的 都在中央社好趴 在海外 中央社拥有阵容 最坚强的新闻民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这边的新闻民队 追求保護人數 追求保護人數 青奮 crane Jag divulgo 罰人數 yearðan 12 15 何 根據聯合國預測 在全球人口不斷增長下 糧食產量將供不應求 因此以富有蛋白質的昆蟲 來替代糧食 似乎是解決方法之一 在中東國家科威特 也有商人特地繁殖 饲養超級蠕蟲 除了販售給鳥類四種外 他還希望蠕蟲能做成料理 成為人類的替代食物 他並已著手開始研發食譜 來到科威特市郊 移出小房間內 這裡是商人布巴斯繁殖飼養 超級蠕蟲的地方 他花兩年時間培育這些蠕蟲 過去主要販售給寵物行業 特別是鳥類四種 但他還有更大的目標 是希望有朝一日 這些蟲能端上桌成為餐點 在這次的情況下 我最喜歡這次的 因為這次是 我會在這次的 因為我會在這次 我會在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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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蟑蟲作為食材 讓不少人聞之色變 不過全球各地 普遍有食用昆蟲的習慣 估計約有1000種昆蟲 出現在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 約兩億人的餐盤內 除了傳統飲食外 可以食用的昆蟲 也逐漸被推廣成 日常攝取蛋白質的來源 儘管在科威特 超級如蟲、入菜 仍有待當局批准 布巴斯已經忙著 研發食譜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預測 在全球人口不斷增長的需求下 糧食產量在2050年必須增長70%才足夠 以昆蟲來補足糧食來源 成為人類永續食物鏈的一環 是合乎邏輯的解決方案之一 歐盟今年5月也以批准乾燥黃粉蟲 可供人類食用的相關法規 努力趕上食用昆蟲的趨勢 中央社綜合報導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 以及中央社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黃佳華 我們再會 等我聽說 關火災死亡 最新的掃墨 數量趕上金融 主力趕上金融 我們解決的 解決金融 石 原文中央社綜合 成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